大约1600人参加由11间大专院校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六四论坛 和不同嘉宾反思六四历史 以及讨论六四与香港民主前途的关系 当晚论坛开始之前 香港中文大学、珠海大学、科技大学、进会大学、数人大学、公开大学、 恒商管理学院、演艺学院、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城市大学名爱专商学院11家大专院校的学生会 一同宣读宣言以表明他们的立场 大会在讨论环节之前播放了有关六四的历史片段 但没有进行任何默埃和悼念仪式 研讨会以重组记忆碎片六四的本土面向和面对独裁政权 香港命途的未来去向为题邀请了作家、媒体人 以及香港本土派代表参加讨论 这次讨论有部分话题围绕六四 并就应否悼念和如何悼念六四进行了一番极变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么多那些纪录片 那个主题和内容是很清楚 是将27年前那晚发生的事 是再一次呈现出来的 让我们知道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然后想想我们自己今天在香港社会的处境 然后再思考一下未来 因为譬如说今年有些舆论就说 其实悼念六四是做人的最基本的标准 就是你不悼念六四就不是人 但我想说其实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 都不会说悼念六四的 包括台湾 你平时说那些国家的人就不是人 如果我们是继续悼念六四 或者视陆四为香港一件很重要的历史事情的时候 背后必然有比普世价值更加特殊的原因 我们香港人才会这样做 上一代人他虽然逃离了中国 但他感性上对于中国仍然有一个很大的情感 当中我想上一节也有说到 当中其实较多的只不过是罪咎感 要他们完全去否定去脱离中国 的而且确是有一些难度 但是所以他们虽然明白到共产党是有多么可乎 虽然他们看着八九年六四 共产党是用塔克车用枪去对付守护传统的学生 但是他们仍然因为以一个赎罪的心态去接受一国两制 希望寻求一个最大限度的自治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和中国的关系未必很密切 我们继承不到上一代人对中国的情感 但是我们继承了上一代人对自由安稳的追求 中文大学学生会咒术风声称 今年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只有12万人参与 比去年少一万人是因为跟学生主张 或市民对支联会不满的增加有关 近年来香港支联会受到不少批评指其六四主管晚会行礼如宜 声称活动无助于改变中国和香港民主发展 有部分年轻人更认为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理念太理想化 不合时宜 因此这次在中大和港大举办的论坛 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参与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但在医疗和金融教师里面有些人支持港独